2022下半年最受期待韩剧之一的《树莉儿死》 即将在10月31日开播了 江河纳、何志愿、高斗星等好演技毋庸置疑的演员一同合作 预计成为一部让人移不开视线的韩剧作品 看着阵容已经让人期待感满满 边说边动小编已经默默加入10月B看剧集 这些年几乎很少在娱乐圈内看到何志愿的身影 这也是何志愿淡出影团后回归的重磅作品 时光的流逝在44岁的何志愿身上似乎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少女般的状态垂弹可破的皮肤 脸上满满的胶原蛋白让人直呼动灵美貌 女神依然不见当年风采呢 相信很多8090后的童年回忆都离不开女神何志愿吧 12年前秘密花园爆红让何志愿持续爆红 也成了她演艺生涯最巅峰的作品 也赋予了玄冰超高的人气 一众主演都搭上了这趟快车 在亚洲范围内掀起一股热潮 不但收视率爆了 还横扫了各大颁奖礼 记得那一年的SBS演技大赏 整个剧组拿奖拿到熊软 玄冰和何志愿搬完一个奖 还没有从后台绕回作息 就再次被点名了 这两奖速度隔着屏幕都能让人感到忙碌 整个晚上大赏都回荡着两个人的名字的感觉 所有人的焦点都聚焦在他们俩的身上 如果说秘密花园的爆火 让何志愿的演技被认可 演艺事业达到巅峰 那么第一次被观众认识 则是一部大尺度影片色及时空 生于1978年的何志愿 在韩国大学戏剧影视科学习时 便斩斩于各个剧组跑龙套 但只能客串角色 22岁时何志愿接到的人生中 第一部担任主演的电影真实游戏 并依靠该片获得最佳女星人奖 由于影片类型限制 刚出道的何志愿面临被标签化的风险 为了寻求突破 何志愿在18禁喜剧色及时空电影中 甚至贡献了全裸表演 影片中的何志愿 无论是从武光还是外战身材 都是那么的完美 再加上他那独有的 楚楚可怜小表情 简直是绝了 别光说男人看了心动 就连女生看见了 都忍不住再看几眼 这部影片想必是不少男性同胞的启蒙老师吧 也让我国不少观众认识了他 虽然影片饱受非议 大尺度表演更是让人脸红心跳 但就让何志愿彻底打开了知名度 同时也被绑上一拖成名的标签 但何志愿并没有理会这些事情 而是选择了用实力说话 在04年的时候 何志愿和赵颖晨等人合作了 《巴厘岛的故事》这部作品 在一起播出后 成功的获得了当时韩国TNS中的最高收视率 凭借李水晶这个角色 让他彻底脱离大尺度作品 在寒流中正式的沉迷 何志愿之后的发展生涯里面 黄真一 形式 海云台 基本上每一部作品都能够让他得到一些奖项 并且很少出现相同类型的角色 基本任何类型的角色都能轻松驾驭 完美全市 被大家称作变色龙 事业蒸蒸日上一路高歌 在形式一片大好之时 命运的折磨悄然而至 2016年1月2日 何志愿的父亲 因为心脏病发去世 在葬礼上 他哭着说 我相信父亲已经到了天堂 亲人的离去 对他如同晴天霹雳 一度想要退演演艺圈 丧腹之痛不过两年 弟弟田太随 18年又意外身亡 这让何志愿内心感到崩溃 最亲的人接二连三的离开 备受打击的何志愿 一度患上抑郁症 并且宣布退出演艺调养身体 何志愿因此也已改化 画风涂鸦画画 让人心生压抑感 很多的网友都猜测 何志愿是不是心理上 出现了什么问题 非常担心他患上抑郁症 会成为第二个学历吗 毕竟韩国娱乐圈 女明星抑郁自杀事件可不少 不过好在经历了 两年多的时间疗伤之后 何志愿从亲人去世的阴影中 走了出来 逐渐重回影谈 意气风发的出现在公众的视线 整个人无论是精神状态 还是容貌都善家 总的来说 何志愿在娱乐圈里面的发展 一直都算是比较顺利的 走红之路也没有什么阻碍 一路凯歌 但如今何志愿已经44岁 还是单身状态 可谓是事业得意 情场失利 谈起感情 何志愿透露过 自己经历过两段的感情 但都没有具体的公开 不过从何志愿的过往绯闻来看 从来没有被爆出过任何八卦 唯一的绯闻对象 是一同合作秘密花园的玄冰 再拍秘密花园时 剧中创造出长椅之吻 泡尔两人在戏外的绯闻 传得沸沸扬扬 当时的玄冰已经是 罪货的男演员之一 两人在剧中是一对情侣 这对金童玉女被评为最佳CP 可惜当时的玄冰 已有女友便是孙慧乔 何志愿也比进关系 春春只是偶尔会找玄冰喝酒 秘密花园拍摄结束后 玄冰被应征入骨 何志愿秘密的送她离开 甚至有人指出 因为有何志愿的介入 才导致玄送两人的分手 但对此二人并未做出回应 后面的交往绯闻也不了了之 自此之后 何志愿对感情一直保持神秘 从不公开自己的恋情 后来在一次节目中坦言 曾遭到前男友玩弄 试过约男友在餐厅 但等了他十个小时都不见人影 以为他出事 后来才知道对方在玩我 如今秘密花园中 CP的玄冰 已然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并成为准爸爸 在玄冰与孙云珍的婚礼上 何志愿也送邀出席 并且大方送上祝福 前不久由玄冰 刘海珍 润娥等人主演的电影 秘基同盟2举办的VIP试音会上 久未落面的何志愿 罕见的出席力挺 由此看来 二人交情不浅 虽做不成情侣 但作为朋友 相互支持一下 都没有蜡下 可谓是有达以上 恋人味嘛 许久未有心做的他 接下来也将兼演新剧 树立而死 这一出新剧 原本盛传女主角 将由孙亦珍担任 连KBS电视台的宣传图 还有维基百科 都已放上孙亦珍的照片与名字 本事板上钉钉的事情 却突然发生了反转 孙亦珍突然宣布 专注婚姻生活 决定不出演 现在由老公选兵的前女友 何志愿接下 树立而死 这部剧 阵容吸睛 不乏实力派出演 男主更是红枣各大奖项 拿下白项 艺术大赏 势地宝座的江河纳担任 无论是阵容 还是导演和剧情内容 都无可挑剔 可方面配置来讲 绝对会成为 今年下半年 最受瞩目的剧集之一 任何角度来看 孙亦珍都没有放弃的理由 但今年六月份 国民初恋孙亦珍宣布怀孕 想必是要安心养胎 专注婚姻生活了 最后确定出演的是 在影谈九无消息的 玄冰前女友 这样巧合的幻觉 是否与玄冰有关呢 是对九无星座的 好友的帮助吗 好啦 无论怎样的猜测 也只是咱们 倒不如安心期待影谈变色龙 和志愿回归新剧的精彩表现